周教授 还有在场所有的贵宾 大家还有线上的 我们还有线上的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最后一场了 所以大家再坚持一下 从早上到现在一整天非常的丰富 那到了我们这个 刚刚你有介绍我是谁吗 我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远见杂志》的社长杨玛丽 那今天很高兴接受邀请来 主持今天下午的国际公正转型的挑战与实践 那会邀请我主要是代表《远见杂志》 因为过去19年来 我们《远见杂志》一直深耕在企业社会责任 现在叫ESG永续发展 我们一直深耕这一块的领域 做了很多的评比 调查 还有采访 所以我们长期来关心这个话题 那今天非常高兴的 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参与 那今天下午最后这一场有四个主讲人 那他们演讲完之后 也会留在舞台上接受大家的QA 那我们第一位要演讲的是来自 这我们很少 最近很少看到外国人在台湾 所以今天很高兴的 有一个外国人在台湾 给我们做分享是首尔大学的环境研究所的教授 尹顺珍尹老师 那他现在就在台前 那尹老师呢 尹教授的同时呢 也是韩国2050碳中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以及韩国环境部永续发展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他在韩国推动碳中和跟近年政策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推手 所以我们先鼓掌 感谢尹教授可以来到台湾 虽然他现在在滑手机 他听到听到 OK 好 那我们第二位来自国外的讲者 但是他是线上参与的是 京都大学地球环境学的副教授 他应该不是日本人 他应该是个澳洲人 如果没有资料没有错误的话 他是Gregory Tranger 那他也会来跟我们分享 在日本怎么做公正转型的案例 那我刚刚再补充一下 这个尹顺珍尹老师呢 尹教授来自韩国的尹教授 他会分享韩国迈向2050近年之路的 公正转型的挑战 那么日本的Gregory Tranger教授呢 他会来跟我们分享 日本追求公正转型 以电力跟路运交通部门为主 的经验 那除了我们两位来自国际的讲者之外呢 我们也有两位本地的 我们台湾的讲者 我们第一位呢是今天有来到现场 国发会的副主委 施克尔师傅主委 要副主委要不要站起来 谢谢副主委 那副主委呢 就是说国发会呢 在今年呢 就几个月前宣布台湾2050近年碳牌入境土 所以在我们的政府的政策统合方面的 国发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待会呢也可以就这个我们近年的路上 怎么追求公正转型呢 请我们的师傅主委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么谈到公正转型呢 大家一定会谈到的是劳工的权益嘛 劳工的权益应该是第一个最受重视的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全国产业总工会的国际部 从那边出生 然后现在是我们高雄市产业总工会的总干事 叶品岩总干事 所以尤其他又来自高雄 高雄的重化石化工业 或者是重工业蛮多的 这个都是碳牌比较高的产业 所以我刚刚在私下也跟他聊天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产业不断的要转型 以前比如说要产业升级要转型 或者是产业外移的我们要转型 或者要自动化之后我们要转型 是让我们的劳工不断都要面临 这个产业转型的挑战 那现在面对的是低碳转型 一样在面对一个挑战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劳工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不会被遗忘 也可以争取到他们的顺利的转型 也有他们的一个立足之地 这也是我们在追求这个低碳转型 公正转型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议程 会请这三位四位主讲者 待会每个人有20 有的是20分钟 有的是15分钟 跟我们做他们的一对一的专题的演讲 完了之后我们再有一个forum 来接受现场以及线上来宾的提问 那我们先第一位呢 邀请我们来自韩国的尹顺珍尹教授 来跟我们做分享 谈韩国的经验 那我们掌声欢迎尹顺珍教授 上台为我们演讲 谢谢大家 大家下午好 午安 刚刚那个杨社长在介绍我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应该跟大家挥手 就说一下哈喽的 其实这是我今天第二个演讲了 早上我也跟大家讨论过 那也许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先把一些重复的部分 也许我已经稍早的时候提过了 那我会尽可能的尽可能来表达跟传递 我们在这个韩国经验里面的重点 那就像刚刚社长所介绍的 那的确我是2050碳中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那这在韩国呢 我们也花很多心力在做这个公正转型 其实所谓的转型 如果是社会的转型 尤其是朝向碳中和社会 其实工作也都会面临转变 因为人们他们的生活 毕竟是建立在现有的 原有的这个能源 以及社会系统之上 那当里面这个系统要改变的时候 也许利害关系人的结构也会改变 那现有的利害关系人 或者既得利益者可能会拒绝改变 毕竟他们有可能会丢掉工作 那或者是面临一些挑战 日子变得困难 所以面对气候的危机 或者像是疫情 在韩国呢 人们 尤其是 像南韩政府 人民会要求政府呢 特别关注就是 如何保护民众 不要丢饭碗 那比如说像是2025年 我们在讲 这个碳减碳 或者像是IPCC 我们在讲 2018 那时候我们讲了一些碳排 或者是绿电 那 在疫情之后呢 就先宣称他就先推动了这个碳中和政策 那为了要推动整个社会朝上碳中和转型 像我稍早 今天早上讲的 那政府 其实我们有成立的一个CNC 就是碳中和委员会 那里面就有95个委员 那其实一开始本来是97个人 反正就是有两个人辞职 那里面还有两个共同发起人 里面还有很多部长 那包括我在里面 那还有对18个部长 以及77个 那是来自学术圈 工业 劳工 农 云 等等 或者说是其他公民团体 那政府 整个系统 就是变成说 我们透过这个委员会呢 来制作 或者说是来规范 我们的碳中和政策 以及设定 我们如何跟利害关系者 沟通 这是我今天给各位看到的组织架构图 各位看到的是 现在有很多的下辖的委员会 那其中包括了公正转型这样的委员会 换言之 在委员会当中的时候 也有部分成员在意 在碳中立的过程当中 会有公正转型的问题 那我刚才今天早上 已经提到过了在碳中和的场景当中 有各种不同的草拟的过程 我们的委员 有很多专家的参与 非常重要 我们在立定了这些的 目标之后 应该有哪些的原则 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去 建立这样的碳中立的社会 符合永续跟安全原则 而且要摆脱气候危机的危害跟灾害 我们希望能够有几项原则 包括下面看到的责任原则 包容原则 公平原则 还有合理原则 跟创新的原则 各位看到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试想了各种不同的情景 那右侧是最后定稿版的情景 今天早上也 在今天早上提过了这两项不同的场景 各位看到 左侧有三种不同的场景 那最后的时候 在右侧看到是两种不同的情景版本 那在这些不同的产业当中的时候 我们仍然 在2050年 会排放部分的 碳排放 比如说 在各位看到 在产业界的话 2050年 他们预设的是 产业界仍然会排放 51万吨的这些排碳量 所以 如果有任何的排碳的话 我们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 可以透过 碳中和或碳捕捉的方式 还有碳汇的方式 来折冲跟抵消 2050年 临近临目标 可能对我们来说 有些遥远 现在最重要的是 2030年 有哪些目标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2030年的时候 希望能够比2018年 降低40%的排碳量 那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因素 必须要考量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本来希望产业界 能够降低 百分之 个位数的减少 但是后来我们希望 它能够降低 超过两位数以上的降低 但是相当于其他产业的话 其实产业界的减量 相对比较少 从6.4% 只是调整到14.5%而已 那我们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产业界能够逐步阶段性的降低 透过这些的设备态换的方式 来分阶段的降低 各位看到这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的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相较于1990年的情况 其实韩国的排碳量 已经提高了2.5倍 虽然说相对而言 我们的排碳量的话 不如这些国家 但是依然是全世界排名在前的排碳量 我们在全世界排名 大概是第九大或第十一大的排碳国家 所以各位看到 从2018年倒推回去的话 我们韩国的排碳量 已经成长了2.7倍 在这张图表上面看得到 韩国的排碳量成长的情况 比全球平均值还要高 全球平均值是1.7%的年复合成长率 而韩国则是2.7%的年复合成长率 所以相对而言比较高 那在这边看到 这边有台湾、日本、韩国三个不同的国家 以各位看到 以右下角的人均排碳量而言 韩国跟台湾都高于日本 但是如果是以右上角的这个 年排放量占全球的比例的话 日本其实高于韩国跟台湾 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口较多的关系 但是各位如果看到 下方的中间这个图表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全球累积型的排碳量的比例的话 再对比到人口比例计算的话 韩国跟台湾的比例都远低于日本 那如果以产业界而来分类的话 百分之八十七的排碳量都跟能源有关系 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 其实是百分之八十七 所以韩国目前而言 能源占总排碳量而言 稍微降低一些 但是仍然占百分之八十三左右 这是各个不同产业在使用能源的比例跟情况 当然能源比例非常的高 超过百分之六十二都是由产业界所使用 那即使是发电呢 百分之五十以上仍然是由产业界来使用这些电力 所以整体而言 各位看到能源产业 还有各个不同产业使用能源的比例 比例非常的高 那针对碳中和跟能源转型 我们必须要做大幅的改变 我们目前绝大多数都仰赖化石燃料 我相信很多的专家跟学者都认为 核能也应该逐渐的退役 因为核能依然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所以整体而言 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去产生出更多 从中央型到做分散型的电网的系统 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发展很多可再生能源 还有智慧电网以及电力化的发展 现在看到的问题是 在不同的产业排碳的情况而来说 我们的目标希望2050年能够达到净零 还有碳中和的目标 我们应该要依循这样的路径 依据IPCC而言 我们应该能够在2030年有更大幅的降幅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直线型的下滑是不切实际的 到底在这样过程里面 每一个产业应该要降幅多少呢 在韩国燃煤电厂产生全国大概40%的电力 如果我们在未来 也许陆陆续续降低到35%左右 各位看到在图表当中 地图上面左侧有很多的燃煤电厂 在我们的西岸地区 全国大概50%的燃煤电厂都位在中南道上面 那中南道的话其实占了50%的电厂 那其他的电厂的话 相对而言都离首都首尔比较远 但是各位看到 大多数很多的左侧的这些燃煤电厂呢 都把电力供应到首尔的都会区当中 所以之所以这些电厂会位在这个地方 也主要是为了供应首尔用电所需 因此文在宜政府在先前的时候 做了一些针对燃煤电厂陆续退役的计划 到2030年的时候 他们希望能够关闭18座的燃煤电厂 同时再增加更多陆陆续续燃煤电厂关闭的数量 那各位看到这是中南道他们的地图 现在看到这些燃煤电厂的所在位置 如果在这目前29座电厂当中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关闭其中12座电厂的话 到时候会有三分之一的员工会失去工作 他们会因此失业 在这种情况当地的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也会因此受到关闭电厂而重挫 因为这些劳工的所得 过去的时候 获得收入之后 就会在当地的社区当中去花费这些所得 因此如果失业的话 经济也会受到冲击 另外一个产业则是汽车产业 目前汽车产业正在不断改变 开发更多电动车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劳工 还是去制造的是这些传统的内燃引擎的汽车 因此传统汽车跟电动车相比而言的话 他们需要的劳力的数量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不只是大型企业 还有中小企业 供应汽车零组件的这些企业 去支应给现代 或者是KIA这些大车厂的时候 这些中小企业 他们的员工也会因此失业 因为相较于电动车 传统的汽车 他们需要更多的零件 更多的服务 更多的维修 而电动车而言 需要的维修相对比较少 电动车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只要充电就可以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汽车业的员工也可能会失业 各位看到 2018年的时候 韩国的汽车业的劳工总数 大概是190万左右 如果 我们没有预作规划 来帮他们做缓冲 所以未来他们也可能会因此失业 这也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 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 刚才我提到了 一般民众 对于 探中立有一些担忧跟疑虑 我们也去个别的分析不同年龄层 还有不同性别 民众他们的看法 跟他们对于探中立目标的担忧 在这些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他们很多资讯透明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做妥善的决策 各位看到在 这边的受访者当中 我们做了不同的民调 对于何时该停止贩售传统汽车呢 在第一次的访谈当中的时候 他们原本没有获得各种任何的背景资料 但第二次的这个问卷调查的时候 这些民众获得了一些过去自己搜寻的资料 到了第四项的这个问卷调查的时候 我们提供他们额外的这些资讯之后 所以他们开始慢慢对于何时要停卖传统汽车 有不同的看法 那至于下方呢 何时应该要停止燃煤电厂运作呢 各位看到很多人获得资讯之后 反而认为应该要延后这些燃煤电厂 停止服役的时间 因为他们看过了不同的情况之后 他们认为这些工艺转型是过程当中 更重要的因素 他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碳中立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去考量到民众的生气跟工作 还有劳动权等等 所以如果太早停卖传统汽车 或者是太早让燃煤电厂停止服役的话 会造成很多人的失业 这是现在所面临的一项困境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现在只能大略的说过去 各位看到针对碳中立还有绿色成长 我们也有一些架构的法律 希望针对比如说红色框框里面有一些 公正转型的这个条款跟内容 那针对比如说气候回击 或者是各种的公正转型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法规的支持 希望能够去保证 在过程当中民众有更充分参与的机会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法规跟架构之后呢 各位看到这是第二届的2050碳中立跟绿色成长委员会 各位看到下面的委员会 从八个减到四个 但是依然公正转型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在讨论公正转型的议题 但是我们还没有制定出相关的 缜密的计划 这是目前的情况 很多人讨论 但是目前的计划还不足够 所以面对到未来的情况 我们应该要进行风险跟冲击评估的情况 从今年开始 政府已经开始针对就业未来的冲击进行了评估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评估结果 我也在观察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评估结果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上面的安排 来促进公正转型 来保护这些员工 虽然我们已经预留了气候因应的基金 但是依然不够 我们还需要收集 还有累积更多的资金 还有经费来帮助公正转型 我希望台湾的各位 能够去制作出更好的政策 然后让我们能够仿销跟学习 谢谢